从2012年跨年到2013年 我们在灵鳩山的这个华眼闭关 度过了跨年的元旦 大家也是在2012年的这个12月21号 我们也是在这个 正在华眼闭关的这个殊胜状况下 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都在入华眼的 这个真如法界 一真法界 那我们都在这个一真法界里面的安住 所以叫做不坏灭的净土 去年一整年 我们有种种反反复复 起起落落 静静特特 我们的事业学佛或者家庭 都是一份的那种不定性的一种业力 所以我们这一年到这个华眼法会的时候 就一切都成为智慧的一个老师了 不管去年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今年已经通通纳入这个华眼的智慧海 过期的种种 未来的种种都是华眼的一个呈现 也是一个善知识的一个显现 那么各位菩萨大德 你们发心在灵灸上 用二七 也就是两个七的时间 来契入这个华眼 那么这是非常珍贵 这也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殊胜机会 我们不要说我已经六年了 事实上 难得能得 难闻能闻 难行能行的 我们这个华眼的读诵 我们以个人去读这些华眼镜 真的比较困难 干扰多 要读一本镜 就是打扰很多 一下电话 一下试 一下有什么试 种种都是要 不能够让你能够这样专心的 把一部大华眼镜读完 我们在这个共修下 真殊胜 那我们都可以来把这个华眼镜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 我们都在 我们的这个出家的法师们的 专业的一个读诵下 在大家的诚心下 我们共同的送出这个殊胜的一个华眼的神圣 那么你们如果不是过去有很深厚的这个善根福德 这样的一个因缘 我们不可能就是能相遇在这个华眼会 一起来持送这个华眼镜 一起来修这部大的法杖 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要感恩过去生 我们真的种了很多的法的福田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串联在一起 而能够读这个书 重新让我们八世田中种下这份的记忆体 种下这个种子 但是在生生世世当中我们都会受用 也就是从我们的仓库可以取得受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读诵这个华眼镜 真是难能可贵 这个菩萨道呢 我们这个华眼镜就是 从 就是释迦佛呢 它就是正在这个佛果以后呢 没有人听得懂它的境界是什么 因为这样子呢 那个大方天王呢 就请他到天上去讲 就是七处九会这样的一个地方 去讲这个华眼镜 那么他很舒畅的把这个华眼镜就讲 在天上 听得懂的相应的 那么他就在讲 所以很难得 那么所谓的 大方广佛环境的境界 可以说是诸佛不可思议的解脱行 解脱行就是 没有捆绑的东西的这种行持 这也是凡夫乃至身为原觉 二称的这个心量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要去身为原觉 我们凡夫要去 有这样的一个心量 要去正入这种心量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 凡夫身为原觉 这个心量呢 我们是无法去想象 佛的境界 佛的这种证悟 无能为力的一种境界 既然不可思议 既然不可思不可意 只能用一个办法 去契入 就是信 信入 因为 这不是人间的经验 不是二称 也就是身为原觉 凡夫的经验 这个这样的一个修行呢 也不是说 比较思维去认识的 既然不是比较思维的 这个认识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 不晓得怎么去理解 这个华言的这个世界 那么 所以要用信 去入 信 你看这个说 信我者得永生 我们不是说 信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 去入无身法界 无身法界 也就是 我们的这种 法身的一个去入 那么 要以信入 因为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有信入呢 因为法界的实相 法界的实相是不可说 不是语言文字的 所以唯有信 能够 入这个世界 环境呢 在这个佛陀 二七日 也就是十四天内呢 至内政 也有自己政悟的这个境界 世界的一个 充分表白 也就是他自己 证悟的一个 说明 本来呢 佛陀想说 这样的一个 内政的一个世界呢 在人间是没有 对击重 可以说的 也就是没有一个 能够听得懂 他能够说这些 圣神的法教 也就是环境的这个 这个境界 所以佛就是 很宽怀的 而说 等于把成佛的正量 经验 就是全盘的 说出来了 我们要感恩 当时的 这个大方天王 为众生 那么 祈请 祈愿 佛陀讲这个 他的内政的一个 这个 这种成果 我们在 说过世界 这个 才有这样的一个 法教保障 所以 环境 内容 远远 不同于 后来的 佛陀的修行 游行 人间 就是他在 后来在 这个 环境 是他证悟的 那段时间 讲的 也就是 二十一天内 讲的 那么 后来他在 从比丘 从这个 杜吾比丘 开始 这样一直下来 到八十岁的 这种 讲法呢 那么 就是不同于 这个 那个 就是不是 讲到 这个 环境的世界 那相同点呢 就是这个 法华经 法华经呢 就是如何成佛 授记成佛 但是怎么样成佛呢 还是 没有讲的 没有说出来 所以呢 应激 说法的 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 我们后来 在佛陀的 八十岁前的 这个东西 那是一个 方便的法轮 也就是 方便 讲的 那么 真正的 这个是 华言 才是 释述 披露 披露 这那如来的 这个 他 正如 这个 法身 的 这个 状况 那么他 除非你 证了 证了 这个 阿罗汉呢 他就有一个 无声 空性的 一个智慧 可是 骗制呢 就困难了 骗制是 这个 佛的 特殊的 成果 那么 释迦牟尼佛 契入 这个 毕尔如来的 法身 清净法身 在菩提树下 不记不离的 入 华藏 庄严世界 世界海 就是 他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 海印了 得到这个 海印三昧中 对文殊 普贤 等 这些人 这些大菩萨呢 海惠慎重呢 跟他们讲的 圆满法轮 所以叫做 根本法轮 佛在讲 华严经 以后呢 那么 以后的这八十年 叫做 方便轮 方便的 这个法轮 那么 在这个 华严经呢 才是叫做 根本法轮 是 金钟之王 一切法教呢 源头呢 我们讲 华言说 七处九会 其实是 超越时空 他虽然是说 到天上 到各处去讲 各会 那么实质上 他是没有离开过 那个金刚宝座 就是菩提树下的 本来一位 本来一位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 他还是在这个 本来面目的 也就是我们 这个 本地风光 本来面目里面 说法界 说世界 说一切 这就是不理菩萨 不理那个 菩提金刚座 了知三世法 就是能够知晓三世 也就是说一切的法 也能够知道呢 这些法呢 都是违心造 可见得呢 当时这个 我们这个世界的 众生的根气 本来 就是不相应的 只有这个 大菩萨 可以领练 这个环境的奥秘 所以今天呢 唐存乐 各位 菩萨大德 行者 都是 大心菩萨 也就发大心的菩萨 我们要 如实的去承担 如实的去想 这个我们已经 我们是发愿 成佛的 要行 菩萨道的 事实上 大家跟师父呢 一直都是在做的 一直在发心的 只是说 我们要用 华言的这份的 气入点 来看自己 来提起我们那份的 更坚固的 菩萨道的这份的 成佛心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